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米最新的旗舰路由器 AX6000 相比上一代的旗舰 AX3600 光看这后面的数字就知道 虽然这是路由器厂家的数字游戏 但也还是提升了不少 但是AX6000一上市 就被爆硬件缩水 配置名声暗降 难道新产品不如上一代 小米真的是不厚道了吗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AX6000 它到底值不值得 外观就不说了 和上一代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右侧的logo 首先我们看看都升级了什么 第一就是WiFi速度的升级 换了全新的5G芯片 支持了4K QAM 小米说4K QAM可以让速度再提升20% 但是目前能享受到这20%提升的 只有小米11的手机 其他设备不改 另外AX6000比AX3600字面多出了2400的速度 也就是支持了4X4MIMO160MHz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升级 第二个升级就是背后的2.5G网口了 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 WiFi6的无线速度是快乐 连接速度动动就上到了1.2G 2.4G 但是你的路由器的千兆口就会卡住你的脖子 发挥不出来速度 虽然只有一个2.5G网口 但是AX6000也是目前市面上带2.5G网口 最便宜的WiFi6的路由器 说完了升级 再说说硬件缩水 首先就是CPU 从上一代的四核A53直接缩水到两核 核心频率也下降了不少 内存和上一代还是一样 512MHz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X6000背后的三个千兆有线口 是共享一季带宽的 不明白的话 后面有测试 这就是这次的全部升级和所谓的降级 其实对于路由器来说 它的主要功能是速度 我们来看看硬件缩水后的AX6000表现怎么样了 老样子 信号强度和速度测试 ABC三个点 分别是在同一房间 隔一堵墙 隔两堵墙 和AX3600对比 两台路由器的WiFi设置都是一样的 测试的手机是iPhone 12 Pro Max 2x2MMO 80MHz 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手机的硬件配置 毕竟支持160MHz的还是少数 我们先来看看A点在同一房间没有任何遮挡 AX3600的信号强度-24dBm AX6000的信号强度-22dBm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外网的速度 我的宽带是800M AX3600的5G信号最终速度534 AX6000外网速度544 最后我们再看看内网的速度 AX3600的外网速度-462 AX6000为-63dBm AX3600外网速度-284 AX6000外网速度-345 AX3600内网-228 上传-92 AX6000内网-468 上传-118 两个路由器在这儿稍微拉开了点差距 AX6000无论是外网还是内网 速度要明显好于AX3600 这也证明了虽然AX6000没有升级5G的FME芯片 也就是功率放大器和AX3600还是一样的 但是小米还是努力的优化了AX6000的5GWiFi信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次重点升级 2.5G网口 还是用无线测试 网卡为几十块钱的英特尔的AX200 我们再举一网内拷贝NAS上的文件 最高稳定在170左右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来看 AX6000在家用环境中没有用到新特性的情况下 也就是4KQAM和AX3600的表现差不多 WiFi信号还要略好于AX3600 CPU所谓的缩水并没有带来速度上的差距 所以不用过分纠结 路由器的CPU现在只负责一些简单的功能 比如说统计流量、设备线素等等 这些计算量都不大 而核心功能数据转发都交给了一个叫做NPU的硬件核心了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件转发 有了它CPU的工作量就大大降低了 虽然比AX3600少了两个核心 但是普通家用环境下根本察觉不出有任何差距 而另外一些需求更高的用户 想要做一些加密解密的 也不会用它当作主流油 如果你不明白路由器为什么要加密解密 那你对CPU不够用的担心更是多余 三个有线网口不能同时跑满千兆的问题 测试一下你就明白了 我们把AX6000的2.5G网口连接到NAS的2.5G口上 上面有内网的speedtest测试服务 剩下的三个千兆口我们都用网线连上三台电脑 我们来看看速度 这就是目前路由器上三个千兆口连接的三台电脑 我们先用一台测试一下 没问题下载1.1G 这个速度完全达到千兆的标准 一台电脑没问题那两台呢 两台电脑同时测速 一台510的速度一台415的速度是不是不对了 按理说应该每个电脑都应该跑到千兆 而这两台电脑的速度加起来才900多 三台电脑一起测速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 这也证明了AX6000的千兆网口 同时使用的话是在共享一击带宽 如果你的三个网口都插满了设备 极限情况下增强带宽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在下面接一个千兆交换机了 AX6000升级的4KQAM 支持4X4M160MHz和一个2.5G网口 我们一个一个说 4KQAM只提升了20%的速度 目前也就小米11手机能支持 小米11以外的用户就可以忽略这个功能 4X4M160MHz理论速度非常漂亮 但160MHz的频宽在5G频段下 抗干扰和穿墙的能力非常差 除非你离路游戏很近才可以达到不错的速度 我觉得160MHz的频宽在下一代的WiFi6E上也就是6G频段下 那才是它的天下 小米呢是把能给的都给了 至于你的终端能不能跟得上 那就是你的事了 如果用小米11手机测试 那AX6000的速度绝对会超过AX360M的 没有小米手机 那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2.5G网口 只有一个 当做WAN口的话没意义 现在千兆带宽都没有完全普及 千兆以上我看还得再等等 作为LAN口的话 可以提升局域网的速度 前提是你的局域网至少要有2.5G的设备 先不说2.5G的交换机 只要能有一个2.5G网口的NAS 这个速度的提升都是值得 测试的成绩也看了 有缺点也都说了 最终的结论 日常使用AX6000和AX3600的差别并不大 除非你的手机和电脑都是最新的 能够支持4K QAM和160MHz频宽 这样你才能感觉出来差别 不支持的话 便宜100的AX3600会更值 另外如果你的局域网有2.5G的设备 那就不用考虑了 选AX6000 毕竟它是目前市场上带2.5G网口 最便宜的路由了 599的价格几乎没有对手 其实所谓的硬件缩水 都是上一代的AX3600堆料太合 如果没有AX3600 单看AX6000这个配置 是不是价格也挺香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富宇哥的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明天